中心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喜欢玩电单车的朋友 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认识路面的安全性 从而给一些道路的使用者 或者喜欢玩电单车的朋友 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至于我们训练计划用的电单车 我们会用Kawasaki 636 RSP 和世音Ninja 300 态力车行对我们训练计划 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这两款车 都是近年WSPK很流行的车款 好像世音为例 今年WSPK都会加插300cc的赛事 这款车都很受大部分年轻人的欢迎 在去年我都参加了中国波托车手招募及训练计划之后 发现很多参加者都非常欣赏主办单位 对于我们车手的尊重和应同 就是这个方针 我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 也是这个系统产生的其中一个成果 经过了一年时间的筹备 策略人和其他的partner就今年年初设计了一个 实务驾驶的训练计划 并且是得到我们香港Kawasaki的总经代理 泰力车行去支持的 这个训练计划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渠道 给一些刚刚考到牌 和缺乏露面经验的P牌人士 在他们决定买这些车 即是这类型的运动车之前 用一个合比的价钱 去试试这些运动型的炮车 而我们也会找一些有赛道经验的导师 去带他们的 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专业的顾问团队 去协助这个计划的运作 有些是一些大学的讲师 有些是前香港警务署交通部的警长 好了 大家好 叫Shadow 大家好 最初导师会去讲解我们的流程 再帮我们安排正态评估 让我们试试如何起座架后 去推车 熟乘车的重量 试试几乎离合器 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很适合 刚刚考完牌 新排的站长駕駛 找朋友去参加 透过Walky去线位 如何走动 进行课程之前 导师也会给衣服和护甲 在一个最安全的状况下 一起进行这个练习 甚至有些学员可能 喜欢回去珠海和大场玩 但又没有经验的话 可以选择找一个导师 去教导赛道上的安全 街道上的安全 自身安全会比较好些 还有有人带着 一定比自己乱来